我們來看這個兩指點的碰撞 我們先看這個一度空間的碰撞 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有個質量M1的指點 速度V1 追撞質量M1的指點 速度是V2的話 那撞完以後 他的這個 V1'跟V2'等於多少 那第一個 如果我們假設 他碰撞的話 如果外面沒有摩擦力的話 他碰撞前後動量一定手 這個是一定的 那如果他是彈性碰撞的話 那碰撞前後總動能是手紅的 那我們根據這個的話 可以得出彈性碰撞的公式 就是碰撞前碰撞後動量手紅 碰撞後的總動量 M1V1' 加上M2V2' 這個等於碰撞前的總動量 M1V1 加上M2V2 那碰撞前的總動能 等於碰撞後的總動能 二分之一 M1 V1' 碰撞後的總動能 就是碰撞後的總動能 碰撞後的總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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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分之一 M1V1' 加上M2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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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三次不好求 不好求 那我們把它弄成一次來求 怎麼弄成一次 我們這怎麼辦 我就把 把上面這個 把1的歸崖一邊 2的歸崖一邊 就得到 把 1 拿過來,就會變成 M1 V1' 減掉 V1 把 2 移過去 M2 V2 減掉 V2' 把 1 移過來 這是 M1 V1' 平方 減掉 V1' 那會等到 2 移過去 M2 V2' 平方 減掉 V2' 平方 那我為了要得到第二個一次式的方式 我就把它除上去 除上去以後就得到 M1 消掉 這項其是 V1' 平方 減掉 V1' 平方 這是 A 平方 減 B 平方 我把 A 平方 減掉 A 平方 把它掌開 是 A 平方 B 平方 A 平方 A 平方 B 平方 B 我把 A 平方 B A 平方 B 平方 B 我把 A 平方 B 平方 B 把它除上去 V2 再加上V2 那這樣又變成這個關係 那我這兩個關係 我就以這個關係代替第二個方程 那這樣做起來就很好做 那我現在 把它給什麼呢 把它給重新 再把它寫一次 就是M1 V1' 加上M2 V2' 等於M1 V1' 加上M1' 這個話我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就知道 V1' 減掉多少 V2' 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V2-V1 等於V1 減掉V2 這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能量方程 就是說 如果它動量手衡的話 那麼它碰撞後的相對速度跟碰撞前的相對速一樣 只是說它方向是相反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可以定義一個所謂的揮護系數了 就當你什麼呢 當你動能手衡的話 那麼這個揮護系數 是等於1 這揮護系數 我們就定義成多少呢 定義成呢 它是 碰撞後的相對速度 就是V2' 取決類值 這可以是二度空間的 這是揮護系數的定義 好 那定義這個揮護系數以後 當揮護系數等於1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叫彈性碰撞 當揮護系數不等於1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方程式把它改成1 我覺得它如果不是彈性碰撞的話 那就得到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是說 V1'減掉V2' 這個是等於戶的 戶號代表什麼 戶號代表什麼 代表碰撞前碰撞後的話 相對速度方向相反 然後除以1 那多少人V 1減掉V2 就是說 它碰撞後的相對速度 就離開的速度 相對離開的速度 如果比碰撞前的相對速度 靠近的相對速度要小的話 它的揮護系數就小1 小1代表它有些動能損失 如果是等於1的話 碰撞前碰撞後相對速度如果一樣的話 那麼它動能沒有損失 就是所謂的彈性碰撞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根據這兩個方程 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碰撞前後 它的速度找出來 我這可以講 可以把它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M2 乘以M2的話 加起來的話 這個加這個 就等於0 剩下這個加這個 就是M1加上M2 M1加上M2 那就是V1'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 這是V1的部分 那V2的部分 加上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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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加上M2 加上M2 M2 加上M2 也是等於 M1 加上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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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V2 不然的話 我們可以算算看 在這裡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插掉 我們把它算算看 就這個式子的話 我把它乘以M1 減下來 現在把它乘以M1 減下來 減下來的話 減下來的話 就變成多少 M1 V1'就消掉了 變成是 M2 V2' 減掉負的 就是 減掉負的 尛字 N1 就是 同樣 就是ME E加E倍的ME 就是VE 加2的部分 這M2 它減掉正的 就是M2 減掉E倍的ME M2 減掉E倍的ME 就是VE V2 把它除過來 除過來 就得到 V2 這等到什麼 ME加3M ME E加1 V1 加很多什麼 ME加M 這M2 整條E變了 NB V2 就是這個公式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或者是說 你要利用這個公式把它解出來 可以 彈性碰撞 當什麼 當E如果是等E的話是彈性碰撞 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這個公式 彈性碰撞的我有記 非彈性碰撞的 我沒有記 不過你也可以把它記起來 這是什麼 ME加M2 現在在E的話 因為彈性碰撞的E 就是ME 減掉M2 V1 加3 ME加M2 這是2 1加1是2 2M2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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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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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性碰撞的公式